他知道沐昕是和他的情人走了 对方是个混混 为了达成复仇的目标 校医开始阅读起了北斗神拳 他将北斗神拳视为武功秘籍 并根据漫画里的描述进行特训 十年后 他练就了钢剑的体魄与娴熟的技艺 复仇计划就要执行 完璧 却玲玲的教训终于让校医醒悟 北斗神拳里的招式都是虚构的 于是他开始饱读医书 并持之以恒的锻炼体魄 努力地付出带给了他无限的回报 这天晚上 校医来到了一家风俗店 店员李湘是这家风俗店里的头牌 高超的按摩手法让李湘十分的自信 他主动要求为校医按摩 校医一转公式 他来风俗店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被人按摩 校医的手法极度高超 他运用他从小累积的技艺为李湘服务 在校医的手法下 李湘仿佛进入了天堂 李湘仿佛 李湘仿佛 就这样 李湘来到了校医的按摩店上班 今天恰有客户预约了校医的上门服务 校医便带着李湘去了客户野田的家里 野田命不久矣 他这一次不需要普通的服务 野田命不久矣 野田因为年龄太大 某些功能已经衰退 他想要借助校医的按摩 让他重振雄风 校医开始了他的操作 成效显著 但当野田目视向妻子时 一切的努力都付诸流水 校医判断出 野田是因为适应了妻子 因而对妻子没有了欲望 这需要野田通过回忆 初思相遇的场景 重新激发野田自己的激情 可任凭野田努力的回忆 那段记忆也是一片空白 没办法 校医再次出手了 校医和李湘离开了野田的家 校医表示 刚才那一招 是柔和了北斗神拳的记忆 第二天 得知了李湘还在风俗店上班 校医很不满意 在得知了李湘要承担父亲的医疗费 以及自己的生活费学费后 他给李湘设置了一次考验 并许诺了完成考验后 相应的报酬 李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的第一份试炼就此展开 两个体质爆炸的男人 来到了校医的按摩店 能够让他们的肩部感到舒爽 就算通过测试 李湘开始为男人按摩 却不想不管他用什么力度 客人都在不停地叫腾 一声声叫腾声 让李湘胆战心惊 以为是自己没有做好 校医没有提醒李湘 疼痛是他制造出来的 因而让李湘单亲受怕 带到客人适应了足部的按摩 开始渐渐地放松下身体 发出舒爽的抑郁 李湘又转为欣喜 他的手法 居然能让体质这么厚的人 感到舒爽 真是不可置信 他对自己的肩部按摩 更加地自信了 客人享受完足底按摩 向校医道谢后便离开了 就这样 李湘莎获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 这天 九田龟子来到了校医的店里 他一边享受着校医的按摩 一边向校医提供 夺走校医母亲的牧村的情况 事后校医向李湘 陈述了他的经历 并介绍了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是 找到传说中的暗杀穴位 只要被按压这一穴位 三个月后就会死去 校医复仇的日子 终于要来到了 这天 在龟子的带领下 墨村来到了校医的按摩店 暗杀计划开始实行 但当校医给牧村按摩时 却发现了不对劲 校医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他努力了三十年 就是为了亲手了结了牧村 可如果牧村在病痛中死去 他的努力岂不白费 于是校医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治好牧村 就这样 校医继续给牧村进行按摩 他拼尽全力 用神乎奇迹的手法 为牧村按摩 自然治癒 在三十年以下 磨き上げたこの指で 幸せにしてやる 死ぬんじゃねえ ああ 気持ち悶だった 一回だけじゃ治りません 定期的に来ないと 組長になる俺が こんなしょぼいとこ変わるかよ カッコ悪い 为了帮笑一挽留木村 李湘替笑一撒了一个谎 うちの先生 超有名ですよ テレビ出演も決まってますし 牛吹了出去 但笑一还是很不爽 他觉得 救自己的敌人 不是全智郎的作风 李湘则为了帮助笑一 为笑一举荐了一个 搞笑的综艺节目 笑一本来不愿意参加 但看着弟子的一片心意 终于还是决定去了 李湘为笑一塑造了搞笑的人设 就是穿着全智郎的衣服 去参加节目 彩排结束后 笑一很不高兴 李湘完全没有想到 笑一居然乐在其中 并且给了李湘 尤利亚的衣服 要求二人在日常生活中 也要穿着扣斯服 这样才能更好地带入角色 先生 復许のために 仕方なく出るんですよね そうだよ 絶対忘记了 就这样 节目正式地开拍了 笑一作为挑战者 要挑战三技的按摩王 第一位需要按摩的是一个程序员 他为了练就 纠集僵硬的肩膀 连动都不愿意多动一下 人送外号 僵硬哥斯拉 面对笑一的询问 哥斯拉居然真的给予了回应 原来他自小沉迷于电脑 与社交生活隔绝 却忽然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僵硬的肩膀 居然能够引来人们的好奇 从那以后 僵硬成了他的社交方式 成为了他的人生 笑一懒得听哥斯拉的故事 他直接上手 用高超的技法 为哥斯拉进行了极致的服务 但就在最后关头 笑一放弃了 笑一通过了第一关的挑战 在节目中大放光彩 木村看到了电视里的笑一 决定再次去笑一的按摩店按摩 笑一再次为木村 进行了极致的按摩 看到木村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笑一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木村最幸福之际 给他带来最大的痛苦 笑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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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う少しだ 笑一会儿 最高の気持ちを味合わせて 笑一会儿 てめえは絶対に俺のこの両手で 笑一会儿 笑一不允许木村就这样死去 他再次运用自己逆天的按摩手法 保住了木村的性命 木村被送到了医院 笑一无助地坐在按摩店门口 看见木村的笑容 笑一忽然释怀 他放弃了复仇计划 并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適当に传えとけ わかりました 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 全く 为了帮笑一走出阴影 叶田亲自登门拜访 并提出 他可以用自己的全才 帮助笑一复仇 他可以找人治好木村的病 但前提是 笑一不能自暴自弃地活着 叶田亲自做了决定 笑一没有办法 只能重整旗鼓 为了成为真正的全智郎 笑一询问李湘 独属于全智郎的东西是什么 李湘回答 是伙伴 浩史是一个资深的二次元爱好者 最喜欢虚拟偶像千佳 但是千佳已经告别了舞台 再也不能与粉丝见面 真正的 せお。 我一人忘記しないでよ 八平との恋が終わったんです 直してください 見つけた いやこれはちょっと違うような気が 彼女への愛は リアルよりリアルなんです ああ 分かるとも 引退して もう会えないんですよ 彼女との別れを認めるしかない まいままいま 過呼吸になるくらい泣いて 着替えてこい 蕭伊未耗使 展開按摩治療 自分の呼吸に合わせて そしておまじない リラックス 治療結束後 肖伊表示 浩使依然不可能緩解这种相思病 因为他的宅男濃度太低了 昊使想要像肖伊一样 昊使依然不潰せ 於是肖伊便為浩使展開了進一步的按摩 通過按摩 他讓浩使的內心更加飽滿 心臓と精神を繋ぐ施圧 お前の お前だけのバチピョンだ ほら ヒロシー お別れなんて 言わないで 貴様とこ触っている バチピョン もう 別れなんて言わないよ なんてこと その意気だ 就这样 两个二次元滋生愛好者 成为了彼此的伙伴 違う これはなんか違う 節目的第二集開始了 肖伊带着李湘和浩使 一同参加了節目 這一次的嘉賓是一個醫生 醫生信誓旦旦 認為按摩對於病人是沒有左右的 肖伊與醫生爭鋒相對 火藥味十分濃 私には病気の臓器があります それを見つけ出せたら あなたの勝利です さあ それでは対決開始です 見つけられるはずないだろう 肖伊開始了 他用自己的双手 感知着医生身体的各個部位 他輕易地说出了医生身体里的問題 让医生目瞪口呆 這還沒完 肖伊又從医生的體態中 读出了医生是一個電車痴漢 你怎麼做 斜めに下がってる左肩 変な角度で曲がってるテク つまりこのポーズに至る これは あ いや ちげて おい こいつの携帯を確保して警察を呼べ 警察将医生带走 この一期的節目就此結束 あなたはお伝えしてくれますか 彼子找到了肖伊 他發現肖伊的母親 变得和以前不一樣了 あなた 旦那を助けてくれた人と 親しいのよね 改めて 彼にありがとうって伝えてくれる あいつはね 普通に死んじゃダメなの 原来 肖伊的母親 当初并不是牧村的情人 她是為了保護肖伊 不受牧村的迫害 才委屈求全的 将牧村带到家里 後來 当她發現了牧村 經常的殴打肖伊 為了不讓肖伊 活在陰影之中 她主動的向牧村 提出抛弃肖伊 二人離開這個家 肖伊的媽媽 沒有放棄生活的希望 肖伊的固執 就是遗傳了母親的 因為母親多年來的 忍辱負重 就是為了在牧村 事業有成的時候 親手將牧村殺死 聽到這個消息 肖伊改變了計劃 她現在就想要了牧村的命 可不想 就在肖伊和母親 双双準備採取行動時 牧村却因為意外 陷入了爆炸的火海之中 連爆炸也沒有要了牧村的命 她還存有一絲意識 但肖伊的母親已經忍不了了 她一定要牧村死在自己的手上 但卻被肖伊阻止 肖伊要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復仇 感受到肖伊的決心 母親似乎被打動了 她冥冥之中感覺到 肖伊就是她的兒子 為了專心地進行復仇計劃 肖伊決定將按摩店暫時停業 但經歷了這麼多的禮箱 想要試著幫助肖伊分憂 她主動地提出 讓她來負責按摩店 因為李湘的成功 肖伊有些不開心 二人第一次有了矛盾 我心中的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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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かったな 喜んでもらえて てか 無口な我より自分の方が客受けいいし とか思ってんだ 何言ってるんですか ユリアを捨てるんですか 馬鹿にしてんじゃねえか 捨てません もういい 明日からハリキューにする 何ですかそれ まあまあ 仲間じゃん 与此同時 野田野決定 撤銷對肖伊的投資 她的年齡已經大了 遺産應該留給自己的後輩了 あ そう はぁ これからは自力でやれ 今まで世話になった 於是乎 肖伊失去了所有的資助 她再次參加了綜藝節目的第三集 這次的嘉賓是一個身體極度敏感的敏感女王 她本能地拒絕一切身體接触 なるほど それではどのくらい敏感なのか 思った以上の敏感 リオリでした 這一次由其他按摩師先出手 おーっと Mr.アブラーが先行にナノに出ました アブラー 按摩師用精油迷醉了女王 她正準備開始按摩 ヌルヌル気持ち悪いんだよ すみません 昔からヌルヌルが一番苦手で さあ 続いてはどなたが挑戦しますか 加藤さんお願いします え 第二個按摩師出手 他掌握著精深的泰式按摩 传授於女王呼吸法 まずは瞑想から始め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目を閉じて 鼻から大きく息を吸って 呼吸に集中すると 心を支配できます 带道女王进入平静的状態 アーモス反而因为恐惧而慌乱了 他要求换人 放棄了比賽 上届比賽的冠軍下場 もう ちょうどだ 俺の名は 大島 大変です サールナが迷走状態から溶けそうです 他要前两位按摩師 運用精油的香气 以及呼吸法 让女王陷入彻底的平静 而他则利用气功 进行远程的按摩 看着三人做法 孝依实在忍不了了 他走上前 激晕了女王 然后对女王展开了 全方面的按摩 在昏迷中感受到按摩 女王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香铺力士再一次来到了 校医的按摩店 这一次 他要进行全新的挑战 他打算放弃香铺的事业 去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 历士想要校医 用他的按摩术帮自己减肥 校医答应了下来 但他警告历士 接受减肥按摩法的过程 会非常的痛苦 はい ああ はい 坂本 オイル塗っとけ はい 横さん 何してるんですか よし 行くぞ あたたたたたたた あたたたたたたた Mの夢かよ もういい そんな夢幻 見たくないです 夢の代償は 大きすぎた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校医来到了牧村的病房 他要为牧村按摩 校医的复仇刚刚开始 但与此同时 牧村的母亲不愿意儿子承担太多的罪恶 他还是决定由自己亲手了结牧村 そんな 息子の手を汚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私が殺す 必ず ラスボス どっちが倒すかな 在二沙木村的前一天晚上 校医梦到了全智郎 全智郎抢走了校医的衣服 并将自己的意志传递给了校医 最后嘱咐校医 这天夜里 牧村自然地死在了病床上 校医的母亲很欣慰 因为牧村的死 并没有让校医的手沾上鲜血 复仇计划 彻底宣告破产 以复仇贯彻的人生 也就此结束 一个月后 校医的按摩店重新开业 他复工后的第一个客人 就是自己的母亲 失礼します いらっしゃい 沼倉さん どこを直して すらかったかこの記憶 消失ったけど 難しいけど やってみるよ 校医通過按摩 消除了母亲的痛苦 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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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愛了 如何? 我毕竟忘了全部 很可惡 在做完了一切后 校医向李香告白 十年前 波斯国王率领大军攻打希腊城邦 想要征服希腊后一统天下 双方兵力对比是一比三 波斯国王应该是必赢的局面 希腊联军不甘心家园被占领 在波斯大军的舰队刚靠岸时就发动攻击 经历了数月航程的波斯大军来不及休整 就被迫和希腊联军开战 想出这个突袭计划的人 是一个名叫托克利的士兵 波斯大军疲惫不堪 刚下船连军备都没来得及补给 就被以一代劳的希腊联军杀得丢盔气甲 愤怒的希腊联军士兵们没有对敌人手软 如果这一战不能打退波斯大军 家园就会被占领 父老乡亲们就会沦为他国奴隶 每个人都冒着暴风雨奋勇杀敌 其中以托克利杀敌最多 战绩最耀眼 在联军损失数百人后 转折出现了 托克利竟然看见波斯国王站在船头 身边没有任何保护 这样的好机会不可错过 托克利捡起地上的硬弓 张公搭箭射中波斯国王 狂风骤雨中的一箭 波斯国王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硬生倒地 这一箭让托克利从普通士兵登上政治巅峰 但也挑起了双方不死不休的无尽争端 波斯国王没有当场死亡 硬挺着撑到了回宫 召集了所有心腹大臣前来 其中最受到国王器重的 就是海军统帅米西亚 这是一个极为妖艳又极为残暴的人 但米西亚对波斯的忠心 绝对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 国王也偏爱这个立下累累战功的女将军 对他的喜爱 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儿子 但王位的继承人只能是王子 纵然王子难当大任 此时也必须让王子登基大宝 临死前 波斯国王告诫王子 千万不要回去复仇 只有传说中的诸神才能击败希腊人 国王死后 王子颓废了整整七天 到了第八天 米西亚行动了 他在王子脑海里种下了复仇的种子 在王子耳边悄悄重复了老国王的话 既然国王说 只有诸神才能击败希腊人 那就让自己化身为诸神 去击败那些希腊人 为父王报仇 为了让王子能够更接近诸神的力量 米西亚召集了帝国内所有的祭司和巫师 用浸泡过丹药的纱布将王子包裹起来 让王子一个人在沙漠里游荡 不知过了多久 当王子因为高温和脱水神志不轻时 终于找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 这里生活着一群影视 还有一汪神秘的泉水 王子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浸泡在泉水中 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邪恶的黑暗势力 再次从泉水中出现时 那个颓废的王子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如炭火般星红的空洞双眼 闪着金光的躯体 没有任何人性 王子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哭哭啼啼的王子 他已经成为邪恶的傀儡 为了让王子只听自己的话 进而控制整个波斯帝国 米西亚干掉了王子所有的亲信 不论是王子信任的人 还是王子曾经请教过的人 但凡和王子有一丝关系的人 都没能活下来 而这一切 王子根本不知道 终于 米西亚精心操动的计划终于开始进行 王子以为 自己已经掌握了最强大的力量 当着臣民们的面 吼出豪言壮语 战争之火即将烧到希腊 面对波斯帝国的百万大军 必须有人出头率领希腊联军再战波斯 而这个领头人 就是当年一箭干掉老波斯国王的托克利 波斯帝国实力强大 难免有人想和波斯友好协商 试图兵不写任换取和平 但更多的人明白 这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战争 和平从来不是空口白话得来的 尊严与和平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波斯王子绝非善累 要想保住家园 就必须联合各个城邦的战士 这是讲民主的希腊会议 不是街头混战 托克利喝止了大家的骚乱 波斯大军已经从南北分批进攻 这不是斗嘴皮的时候 在场很多人都是当年马拉松一战的战友 别人不知道和平的含义 这些人不可能不知道和平是如何得来的 和暴君谈判只能是自取灭亡 现在所有人必须为希腊而战 为了增强几方战力 托克利决定到斯巴达求援 让最伟大的战士加入自己 和波斯人决一死战 在托克利出发前 波斯帝国派使者去和斯巴达谈判 但波斯帝国的傲慢激怒了斯巴达国王 和纵连横并没有王子想象的那么容易 现在波斯帝国只能依靠米西亚的智慧作战 太阳照耀在托克利身上 一群希腊士兵骑马前往斯巴达 斯巴达人素来不喜欢和外族往来 所以托克利刚到城外 就命令随从在原地等候 斯巴达的战士们从小就进行严酷训练 一旦打起来就是不死不休 没有投降这一说 必然要分出胜负 在斯巴达人的训诫中 最至高无上的一刻 就是为了保存斯巴达文化 穷尽全力而战的一刻 战死沙场是斯巴达人生命中最伟大的成就 这里是斯巴达 是最伟大战士的诞生地 在这里 国王会和战士并肩战斗 为彼此牺牲 托克利希望能联合斯巴达的战士们 一起推翻波斯帝国那个暴君王子的统治 但斯巴达王后拒绝加入希腊联军 高傲的斯巴达战士只为自己而战 不会接受和希腊联军共同作战的邀请 就算托克利一再保证 只要把斯巴达军队交给自己 就会让波斯王子后悔横渡爱情海 但王后始终不同意托克利的请求 王后认为 托克利的行为 不过是为了满足他 想要一统希腊的梦想罢了 既然是为了托克利一己私欲 那与我斯巴达何干 托克利没能说服斯巴达人 只能带队返回令想他法 波斯大军的战舰上 一个战俘被带到米西亚身前 战俘高声喊着 说米西亚是个希腊人 一群波斯汉子任由希腊人使唤 实在是可笑至极 米西亚确实是希腊人 但他对希腊只有仇恨 托克利也知道这些事 那是一个火光大作的夜晚 米西亚的全家 都被肆虐的希腊士兵杀害 家人死后 米西亚本人也遭到了毒手 被锁在奴隶传仓中长达数十年 受尽虐待和屈辱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他冰死之际 被扔到岸上自生自灭 是一个路过的波斯使者救了米西亚 当时米西亚就发誓 有朝一日 如果自己能重返希腊 一定会把希腊烧成灰烬 米西亚被带回波斯后 被波斯帝国最精锐的战士养育训练 天赋极高的米西亚 很快就掌握了所有本领 成为帝国最强的战士 屡立战功 老波斯国王惊讶于米西亚的实力 将米西亚晋升为自己的随从随势左右 面对如此恐怖的对手 托克利想听听年轻人的看法 显然 年轻人小卡的回答并不上道 小卡只是个后援兵 希腊联军里 像小卡这样战力不高的人还有很多 现在没时间教他们战术了 只能尽量让他们吃饱 保证不喝醉 如果在此基础上 能让他们学会一些剑术 那是最好不过的 托克利正谈论战术安排时 意外发现 小卡竟然连剑和盾牌都准备好了 小卡说 这些武器是外公传给自己的 看着小卡的剑都已经磨得锋利 托克利当即下令 让小卡随自己一起作战 希腊联军只有五十多艘战舰 可波斯大军起码有上千艘 质量上就更没法比了 波斯舰队一艘船能撞翻十艘希腊舰队的船 不过船大未必就是优势 希腊联军可以在速度和敏捷上下功夫 此时手下爆来消息 一支波斯小型先遣舰队 在海峡对面躲避暴风雨 如果突袭成功 必然能够提升希腊联军的士气 但托克利还是打算正面强攻 托克利在船上亲自为大家做战前动员 今天是所有人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作战的理由 一个可以为之牺牲一切的理由 那么只需要看着周围并肩作战的兄弟就会明白 在战火中磨砺出的浴血兄弟情谊 就是最好的理由 没有比为同生共死的兄弟奋战 更高贵的目标 托克利唯一需要交代大家的事就是 别在第一天就阵亡 浩瀚无垠的海面上 黑色是唯一的色调 对面波斯人的舰队 已经铺天盖地的围了上来 第一波战斗的胜败 对士气极为重要 托克利看出对方的破绽 波斯舰船的前段很坚固 但中段最为脆弱 只要猛攻其中段 就可摧毁他们 希腊联军的船跟波斯战舰相比 简直就是小山板 但战士们的战役丝毫不减 托克利一声令下 战士们划着小船撞向波斯战舰 隔着海面投掷长矛攻击 天空中雷声大作 波斯战舰的中段被攻击后 果然立刻被冲断 随着暴风雨慢慢沉入海底 一击得手 战士们信心大增 继续疯狂撞击敌方战舰 这一战波斯舰队损失惨重 米歇亚饶有趣味地看向希腊士兵 士气受损 今日已经不能再战 米歇亚果断下令明金收兵 等待明天的太阳 第一天的胜利 让托克利松了一口气 带着一群毫无经验的人 把波斯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样的战绩足以振奋所有人 但今天的胜利 已经让敌人心生警惕 明天的战斗一定更为激烈 所有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如果能撑到斯巴达加入的那一刻 这场仗就算赢了 波斯军队开始统计战损情况 第一天的战斗 就损失了75艘战舰 米歇亚要杀鸡儆猴 下令把败军之将扔进海里 对想出如此妙计 大破波斯战舰的托克利 米歇亚产生了浓厚兴趣 当得知 托克利就是一箭干掉老国王的人 米歇亚脸上殷勤不定 对手下人的战绩表示失望 但米歇亚失望的不是损失了战船 而是对身边的人失望 战斗还在继续 天亮以后 托克利带着希腊联军全神戒备 与远处的波斯大军遥遥相望 看到波斯人疯狂划船进攻 托克利转身就下令撤退 这超乎常理的操作 让米歇亚心生警惕 但前方的波斯指挥官却毫不在意 果然 大雾中南辩方向 穿过大雾才发现 前方竟然是黑乎乎的岩石 所有战舰都挤到一起 甲板破碎 为甘断裂 如此惨重的损失 让波斯军队乱作一团 希腊联军趁机一跃而下 手持利刃大杀四方 从天而降的希腊士兵 让波斯人猝不及防 来不及组织起有效反击 就被砍倒在甲板上 骁勇善战的士兵们锐不可挡 小卡这个新兵也奋力挥剑砍杀敌人 学着前辈们的样子 横批数党斩杀一切来犯之敌 拼杀到最后 波斯前锋只剩下三个人 士兵们顺利解决这几个残敌 宣告着第二场战斗的胜利 晚上 托克利当着所有人的面 再一次做动员 小卡在战场上的表现优异 托克利决定 把小卡招入自己麾下 此时 米西亚派出使者去给托克利传话 邀请托克利去中立水域和米西亚谈谈 至于如何保证托克利能安全返回 使者没有回答 只是当众宣布了米西亚的决心 托克利没有犹豫 当即随着使者前往中立海域 去会会这个传说中的米西亚 初次见面 米西亚似乎并没有那么恐怖 一席长裙 与周围披肩直锐的士兵相比 整个人颇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米西亚很佩服托克利 那个请军入瓮的计谋 也对托克利一箭击杀老国王感到惊讶 纵然是十年前的事 如今提起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米西亚早就计算过 每杀死一个希腊士兵 就要付出牺牲一千个波斯士兵的代价 而每机会一艘波斯战舰 希腊就要沉没一百艘战舰 波斯帝国家大业大 连败数月也没关系 哪怕是用人海战术往上堆 也能轻松堆赢希腊 所以米西亚想劝托克利放弃抵抗 加入自己 理由很简单 他需要托克利这样的人才 相比强大的波斯帝国 托克利能动用的资源实在是很有限 除了手上的希腊联军和有限的战舰 就只能指望斯巴达那300名勇士 而波斯帝国这边什么资源都有 就是缺人才 米西亚希望托克利能看清形势 不要白白牺牲自己 但托克利有自己的坚持 这辈子 他唯一能做好的一件事 就是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希腊海军 以打败米西亚这位波斯海军统帅 米西亚用美色诱惑托克利加入 托克利果然与米西亚一起沉溺在温柔箱中 可惜的是 托克利最终还是对米西亚说no 米西亚目的没有达成 反而被托克利占了便宜 赔了夫人又折兵 抽出宝剑想砍死托克利 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他要把托克利钉在围杆上 随着破碎的船葬身海底 用剑砍死托克利不是他的目的 托克利刚返回营地 波斯大军就发起进攻 大概就是为了报复刚才 波斯战舰攻势极为凶猛 希腊小船在波斯战舰面前不堪一击 米西亚更是下令 放出自己的私人侍卫 这些人背着装满石油的袋子 从水底游向希腊阵地 托克利发现了危险 但是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石油在海面上蔓延 武器根本不能阻止 米西亚为了报仇 疯狂用弓箭射向希腊阵地 等大范围的火箭射来 黑色海面立刻变成一片火海 爆燃的石油摧毁了海面上的一切 船只在火焰中化为灰泥 士兵被爆燃的火焰重伤 双方都无力承受这种代价 但显然希腊一方是更无力承担的 托克利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下令让士兵马上起船 可还是晚了一步 一个满在石油的壮汉已经爬了上来 来不及其他反应 战船瞬间爆炸 米西亚远远望着托克利消失在火海中 面色凝重转身离开 命大的托克利 只看到水里很多怪鱼在撕咬 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同伴救了上来 看着被战士们鲜血染红的爱情海 托克利第一次感到如此沮丧 如果十年前没有一剑射死老波斯国王 是否就会避免今日这一战 如果十年前能再勇一点 多射一剑干掉王子 是否身边的兄弟们就不会血染疆场 但战争没有如果 与波斯帝国的作战仍要继续 而且明天将会是更为惨烈的战斗 托克利紧握重伤战友的手 眼睁睁看着他在自己面前咽气 这也是小卡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托克利也不想这样 谁愿意看着战友厌弃 谁愿意看着女人们 因为自己的决定而失去丈夫 谁愿意看到孩子们的独立成长 是因为失去父亲 但这是托克利必须去做的事 这是一个领袖的重担和责任 另一边 没有选择加入希腊联军的斯巴达惨败 因为叛徒的出卖 斯巴达三百名勇士 竟接在温泉关丧命 连国王也战死沙场 要知道 这可是希腊一方能动员的最精锐战士了 这些战士一旦丧命 意味着希腊被攻破 只是时间问题 以后再也没人能阻挡 波斯大军前进的步伐 得知斯巴达士兵丧命温泉关的消息 托克利立即下令 让人把消息传遍希腊所有城邦 确保所有城镇和乡村 都要知道这个消息 他要让所有希腊人明白 慷慨赴死的时候到了 只有这样 才能把所有希腊城邦的人团结起来 才有希望打败波斯大军 为了鼓舞所有希腊人与波斯作战 托克利紧急返回城池 告诉大家 斯巴达士兵血战温泉关不是失败 而是巨大的荣耀 这个象征英勇的异形 会被所有希腊人铭记 为了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决心 托克利决定集合所有舰队 与波斯帝国决一死战 大战前 托克利再次到斯巴达与王后会面 想借走所有的斯巴达士兵和船舰 王后的拒绝没让托克利气垒 他拿出斯巴达国王遗留的剑 放在王后面前 王后明白 要想为死去的战友们复仇 必须配合托克利作战 但先知早就有过预言 波斯的战火会把雅典城烧成灰烬 与强大的波斯帝国相比 雅典只是牧师搭建而成的普通城池 灰飞烟灭只是时间问题 城池可以毁灭 雅典人不可投降 就算是先知欲言也不行 雅典人要用最后的舰队与波斯决战 英雄们要用木制的军舰 卷起惊涛骇浪 战士们要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只为守住自己的家园 在已经迷失心智的王子看来 雅典人不堪一击 托克利也只是苟延残喘 这时王子收到消息 雅典的舰队已经聚集在萨拉米斯湾 统帅正是数次与米西亚对战的托克利 听到托克利的名字 米西亚坐不住了 当即叫点击兵马迎战托克利 准备一举歼灭希腊联军 王子却说 应该先派人探清虚实 确保这不是希腊人的陷阱 对米西亚的自负 王子大为震怒 当即走下王位 再次重复自己打败斯巴达 以及将雅典移为平地的战绩 贝尔光打在米西亚脸上 当没能阻止米西亚 集合海军攻击希腊的决心 米西亚对王子没有敬畏 当初要不是米西亚暗中使忌 王子根本当不上国王 如今这小子戴稳王冠就想造反 在他看来 无异于孩童哭闹 萨拉米斯湾 托克利远远望着被烧毁的家园 继续鼓舞身边为数不多的士兵 如果此战能得到斯巴达能出手相助 未必会输给波斯帝国 面对强大的波斯 士兵们意见不一 有人责怪托克利不该意气用事 早就该和波斯和谈 有人说 如果没有斯巴达参战 自己只是一个不会打仗的农夫 这些意见托克利没有反驳 没错 大家原来只是一群农夫 是一群泛夫走卒 甚至是刚刚被残酷战争锻炼成人的大男孩 自己之前走了一步险棋 导致军队损失惨重 这是自己指挥失误 是自己的责任 如果现在有人选择离开 选择不再追随自己 选择不再保卫家园 自己不会阻拦 这是大家的自由 但所有人都只是默默看着托克利 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 既然没有人离开 那就一起留下来 写下一个将被传送千年的故事 阳光透过乌云洒下一片金色光芒 海面上金灿灿的一片 托克利带着希腊最后的力量 在甲板上为大家加油鼓劲 他已经用尽所有办法 这是最后的一战 无论胜负 以后都不会再有战争 如果能赢下这一战 以后卸甲风刀回家养老 如果失败 那就一起葬身大海 既然波斯海军强大 托克利就不能强攻 必须智取波斯 请贼先请王 米西亚是波斯海军的大脑 只要能拿下米西亚 其他人不足为虑 如今米西亚已经下令 要把希腊舰队斩尽杀绝 不留任何活路 托克利抱着必死的信念 让士兵们抓紧船身 所有人用尽全力撞向波斯战舰 一旦贴近波斯战舰 立刻扑上去近身肉搏 希腊联军的攻击 让米西亚无暇思考 立刻带领侍卫加入战场 双剑齐出的米西亚 让希腊士兵损失惨重 这个波斯帝国的最强战士 无人可挡 只有托克利可与之一战 托克利在混乱中 发现米西亚的踪迹 翻身骑上战马 砍翻所有拦路之敌 越过火焰冲向米西亚 耀眼的阳光照射在甲板上 托克利已经分不清其他 只知道拼命挥砍 周围都是波斯士兵 托克利用尽毕生格斗技巧 拼死一战 终于干掉所有米西亚的护卫 两人对视一眼 托克利放出狠话 托克利挡住米西亚的双剑 一记重拳打在对方脸上 这一拳打碎了米西亚 对托克利的所有幻想 再也没有那个柔情似水的米西亚 托克利面对的是 波斯帝国的最强战士 双剑劈砍蹭蹭坐下 两人竟然同时用剑 抵住对方咽喉 但谁都没有下死手 米西亚要托克利俯首生辰 托克利又怎肯趋于人下 他宁肯死去 也不愿意当别人的奴隶 哪怕这个人是米西亚 此时耳边似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样一股清风轻浮传来 掠过万名勇士的死前怒嚎 斯巴达王后 竟然带领海军来支援希腊联军 当斯巴达战士出现在海面的那一刻 米西亚明白 自己已经失败了 就算现在杀了托克利也于事无补 希腊上下所有城邦 已经联合来对付他的波斯海军 米西亚终究不愿向这个 曾经伤害自己的地方投降 持剑向前砍去 托克利只能狠心拔剑刺穿米西亚的身体 这个波斯帝国的最强战士一旦倒下 剩余的波斯海军不足为惧 最后看了一眼海面上的军队 比西亚悄无声息的倒在甲板上 斯巴达王后率先提刀冲锋上前 其凶悍之战力根本不输其他人 有王后助阵 托克利紧随其后冲锋 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 在金光灵灵的海面上继续着 从历史角度看 三百勇士帝国崛起中的人物和事件 与真实历史很不相符 当年波斯确实败给了希腊 但不是国王御驾亲征 而且当年希腊最厉害的是重装步兵 既然是重装步兵 必然是全盔全甲的装备 如果真的像电影里那样 只是一个披风就敢裸着上阵 怕是早就全军覆没了 如果不把这部电影看作是历史 单纯当作一个架空世界的故事 那就很顺利了 想要复仇的大女主 对战要守卫家园的男主 在不断变换各种样式衣服的过程中 米西亚和托克利用各种方式战斗 从智力到武力 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可惜的是 最后米西亚必须死于剧情杀 一个优秀对手就这么挂了 实在是让人大呼可惜